胸闷可能是心脏的警讯不能轻忽 西医虽然可以协助诊断治疗 但其实心脏问题也能透过中医治疗改善 在中医来讲 心脏病大部分是从每一个地方引起 不是只有一个心脏的问题 因为你心脏是在流通血液的 那流通血液第一个 你的造血的来源在哪里 在骨髓 那骨髓是属于肾脏的系统 肾息就是你的血量如果供应不足 造血功能不好 你心脏就会慢慢失去的充足的供血量 所以心脏病很多人都从 这样胸闷啊 喉咙这里卡啦 或者是穿大肺啦 这些都是肾气不足 除了肾脏骨髓问题外 中医认为心脏病也和肝脏有所关联 因为肝会负责解毒代谢等 因此中医师也会从肝脏着手 改善心脏问题 我有一个案例就是说 他的血液里面 八氧化碳已经到140几 叫他擦那个强烈的氧气 要送他回家 他儿子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已经死亡致命数已经开好 我煮两天要下去 他吃了第一天 眼皮就这样再动 吃第二天就行了 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从肝气把这些毒气什么排掉 所以其实中医才是真正的 懂得前生的心脏 当然现在的西医可以检查出 你心脏的血管狭窄 心脏的二间边三间边脱水 如果严重到已经心脏有缺损了 这个西医可以补你的心脏病魔脱水 或者是缺损了 但是你如果早期的治疗 你有懂得重要的这个医师给你治疗的话 心脏阻塞 血管狭窄 这些应该可以早期就可以医法 当你生活饮食不协调 有人喜欢吃甜的 有人喜欢吃冰的 所以这个血液循环会产生影响的 比方说你突然和平下去 你的血液就变成降温慢下来 或者是你的胃就会充血 你的手脚末端的循环就会变慢 变不充足 那你的心脏负担就会加重 它马上会出问题 当他出问题有时候就马上修课 或者怎么样 所以心脏它是唯一一日24小时没有休息的 除了中药能帮助民众早期预防外 中医师提醒 情绪冰冷食物 酒等也会影响心血管健康 平时应特别留意并适当运动 才能预防心脏疾病发生 健康医疗网记者吴一文林宗献报导